来喽来喽 久违的开枪啊 这次开枪跟以往不同 因为啊 就连我都不知道里面的龟长什么样 情况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话说啊 这家安元店老板跟我是老相识了 突然跟我说啊 专门挑了几只好龟 信得过他的就不用看龟了 当做盲盒直接发过来 保证我满意啊 哦得 买了这么多龟 有啥信不过的 果真好货自然向往 这样 事先说明啊 我以人格担保 事先没有看过龟 这狗是确确实实的盲盒 一共四只 到底品相如何 就让我们拭目一袋吧 宝的 拨开水来看看啊 哦有了 这个是第一只宝宝 哎 看着还挺圆润的 伸展飞机妥一 掂量一下 感觉大概有二十多颗吧 这个大小的苗子过冬比较稳 侧面看起来背夹挺高的 算是个短体高背了 来 我们看看第二只 在哪里在哪里 好的 这个是第二只宝宝 这个宝宝啊 也是个语言体型的 侧面看看吧 嗯 背夹也很高 哎 这个老板估计是知道我的喜好啊 专挑语言壳高背的给我 啊 假挑的颜色也挺红啊 可以可以 接下来看看第三只呢 不会又是这只语言壳吧 来来来来 哎 果不其然 又是个语言体高背 而且啊 这只头纹啊 还是相连的 大家看到没 头纹很明显连起来的 不过我对头纹真没啥要求啊 多少商家连个头纹就大死一架 我是觉得没啥必要啊 所以我选规一般只看颗型和颜色 这个背夹 哎 未来可期啊 好了 还剩下最后一只了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呢 哦 在这里呢 哎 这只明显比前面三只小啊 背极线倒是挺粗的 体型偏长 背夹没起来啊 但是这只副甲好红啊 哎 这也太红了吧 感觉体色是这四只里面最红的 好的 接下来我就把他们静养一个小时后再下水 OK 这就是他们下水后的样子了 说真的 有了水体的滋润 黄源看起来就更漂亮了 哇 全身红润通透 背着高风饱满 虽说是蛮足啊 但是这次开箱 果然没令我失望啊 看来啊 买龟有个靠谱的渠道 真的很重要啊 龟宠十大迷惑行为 你见过几种呢 那么哇 唱龟啊 都说乌龟没有声带 是发不出声音的 其实啊 这么说并不严谨啊 虽然龟类没有声带 但是有声门 通过振动口腔的气流 还是可以发出不少声响力 比较典型的 有 吱吱 吱吱 嘎嘎的声响 虽然龟类在呼吸道感染的时候 都会发出响声 并伴随着张口呼吸的动作 但是并非发出声响 就一定表示龟生病 实际上 龟类在面临威胁 发出警告 求偶和吃东西的时候 都有可能发出声音 所以啊 不要一听到龟类发声啊 就紧张 还是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力 能不去 吃吧吧 都说狗改不了吃屎 这句话在龟身上也适用 裸钢养龟的王家 总是埋怨龟拉得很臭 但是第二天啊 不仅恶臭美了 连排出来的米田共 都消失不见了 诶 死了 大家好奇 我们决定一探究竟啊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废物易用的好啊 二次循环不浪费 帮主人沈龟良 真是好样的 对 事实上啊 龟类的排泄物里 可能会有食物残留 或者某些食物的味道 健康龟类的粪便里 还有益生菌 对调理龟类肠道有帮助 甚至可以制作成天然的药物 给肠道不好的龟类治病 所以啊 乌龟吃拔拔 除了饥不择食之外 也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技能 没啥大惊小怪的 那么所以 洋勇 一只泳姿矫健的龟宝 是深受人们喜爱的 而一只会洋勇的龟 我擦好牛死你了 其实吧 乌龟会不会洋勇 是跟体型有关系的 大部分龟类的体型比较圆润 即便在水里翻身了 也能很快的翻转过来 而有些龟类啊 因为体型扁平 翻身后 被夹于水面的张力产生作用 导致翻转困难 就会出现洋勇的现象 所以说啊 洋勇并不是爱龟想要这么有 而是他们啊 翻不过来 就干脆躺平算了 说的好听叫躺平 说的难听啊 就是白烂 所以啊 一般会洋勇的龟都比较懒 另外提醒一下啊 不要觉得把龟弄成洋勇很好玩 洋勇这个姿势啊 不是什么龟都可以适应的 强行翻转它们 是会导致呛水的哦 那么后 钻土 有谁喜欢这种泥巴龟的吗 说真的 这龟买来要一千多 真没人回信 但是啊 有些龟类啊 他就是喜欢钻泥巴 而且啊 一钻就是大半月 感觉在养合手屋有没有 但是人家就是不钻不爽富斯基 一钻就爽诺维基 钻到土里才能缓解紧张 钻到土里才能调节体温 钻到土里是一直归熟悉新环境的必然过程 所以啊 别一天到晚的埋怨它们钻土 今天的钻土是为了明天的展现 今天的寂寞是为了明天的陪伴 那么五 吃爪爪 总是有人说自己的龟喜欢啃自己的爪爪 大部分人都认为啊 他们是饿了才这样 其实啊 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大部分龟类啃咬自己的爪子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比较常见的就是 腐皮 真菌 细菌感染导致的不适 就好比人一样 皮肤骚痒总要挠一下嘛 另一个就是龟类正常的新陈代谢 比如说 褪皮了 会让皮肤感到不适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 那就是 狐狸嘴主人也有炼猪屁 那么六 抽动症 有人问我为啥自己的爱龟会一抽一抽的 像得了抽动症一样 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啊 什么寄生虫啊 呛水啊 肚子疼的啥都有 但是据我观察下来 大部分都只是情绪紧张导致的 一般初见抽动和群羊有很大的关联性 一只抽动的龟 在独立饲养几天后 症状就会消失 当然 这里并不排除疾病的可能性 只是实际看下来 紧张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NOMO 7 转圈圈 你们见过乌龟不停的原地打转的吗 这个叫什么来着 爱的魔力转圈圈 一般出现爱的魔力啊 哦不对 一般出现转圈圈的时候啊 你的龟基本就是凶多吉少了 因为这个是脑炎的典型症状 引发脑炎的因素有很多 一般是水体污染和寄生虫导致的 所以啊 看到乌龟转圈圈 别觉得是一件好事 赶紧查明原因 该治疗的治疗吧 NOMO 8 抢食 都知道乌龟有护食的习性 但是没想到他们眼里真的容不下一点沙子 不管眼前的食物有多分身 别人嘴里的才是最香的 我不止一次看到 摆在眼前的食物他们不在乎 就是要冲过去抢别人嘴巴里的食物 这要是对方也是个头铁的 一场价是无法避免了 所以啊 看到那种欠揍的 赶紧关小黑屋 单独为食吧 NOMO 9 删耳光 你见过乌龟删耳光的画面吗 看起来删得挺温柔的 这个在干嘛嘞 原来啊 这是龟在求偶的动作 当成体公龟求偶的时候 就会用手掌轻轻的拍打母龟的脸颊 如果母龟有回应 就能成就好事了 NOMO 10 暖色控 总是看到家里的龟宝盯着奇怪的东西一顿咬 显然这些东西不是吃的 有咬躲壁的 咬石块的 咬泥巴的 还有咬主人手指的 要说这龟真分辨不出 什么是吃的 估计也没那么傻 但是啊 他们确实有咬红色物体的细性 倒不是说龟类喜欢红色 只是他们对红色 黄色这种暖色系的物体更为敏感 要说乌龟真的喜欢哪种颜色 我感觉啊 是黑色 只要是阴暗的地方啊 他们就爱钻 不是吗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了